你看 滾滾泥水往下冲 让金山区的马路瞬间变黄河 大量的花盆也被冲下 有花卜坊的业者 透过附近店家直播 发现自家的盆栽被冲出 向上山就 却以风雾 然后整个土壤整个都盖过来 重回现场 本该是漂亮的杜鹃花园 如今全是泥泞 盆栽也被冲倒 就连水泥做的防坡堤也被冲垮 蛮难过的 就是又要重新来一遍 因为这些植物都死了 来到金山的知名海鲜餐厅 最成长 整间店泡在黄泥水中 淹水将近有三十公分高 打开冰柜里头人有淹水痕迹 不只食材报废 装海鲜的冷藏柜 也因泡水而报销 业者很无奈 大鱼又欲涨潮 水排泄不通 损失惨重 像冷冻库冰箱 只要有细缝的东西 水都会陷进去 食材的话差不多五六万左右 没有营业要拿到钱 PT来办公 今天损失也差不多十多万 损失惨重的 还有金山的水尾渔港 有十艘渔船停进港口防台 结果山洪一来七艘船就这么被冲到外面 被冲走的五艘船 还在港内两艘被带出去外海 虽然全部打捞回来 但七台都已翻覆损坏 业者表示好与造成损坏 最少也有六七十万 令人很是无奈 三十万中的报道